大家好,今天是1月1日 眾所勾之的是,每年的1月1日 色冊樂壇頒獎禮商台舉辦的 所謂最有公信力的頒獎禮 不像新城豬肉獎,TVB小圈子 和香港電台的不知是甚麼歌手 歌手一直都覺得行得上漆測台 是最含金量高的 最初我都沒有追得很貼看直播 我有看討論區 突然有人說姜濤在扮哭 博博收視,或是騙甚麼 說得很難聽,我特意去搜尋 究竟是說甚麼,說姜濤 我第一時間去找 原來姜濤獲得兩個大獎 她有我最喜愛歌手和歌曲 我最喜愛歌曲是DMIFRIEND 她是全場所謂那裡全場 即是粉絲投票最高票那一首 她在哭,主要是哭她之前的BEST FRIEND 在她最肥仔的時候都很聲聲相識 陪伴她很多開心不開心的打球時 她感觸落淚 因為一開始我看到她沒甚麼 是…是不是林奕康 那個… 旁邊那個說想起這個朋友 那一刻我想就了起了她的所有 Flashback的回憶 她在那一刻就開始忍不住了 到唱唱唱唱唱到一半的時候她就爆哭了 最後就衝衝下台了 我想說的是 首先,如果大家清楚了解她 又或者從《全民造星1》開始看這個兒子 又或者看過她的日子 無論是陳志雲也好 長一點的訪問 又或者她是在MIRROR的團體訪問 又或者是個人短的訪問 那你都知道她是一個不會扮 她是不會扮的人 你可能叫Anson Kong 和Lokman出來說一些東西 去背稿 可能他們會勝任一點 姜濤這個人是… 我想她會是一個很好的歌手 或者舞台的表演者 但是她是拍戲 或者她去扮一些東西 她是不未必得的 她那個人是… 把劇本給她 她都不會跟足說的 即是你說好話不好聽 有什麼理由上陳志雲的訪問 爆發花姐押士很臭 即是我相信這些 絕對不是花姐安排給她的內容 那這些是真實的 又很絕核的 那我想說究竟那些人罵她什麼呢? 首先她們MIRROR生於Viu 就已經是一個死罪 有很多人就覺得Viu就是黃色的標籤 就是她說了一句香港加油 就死了 就是一個反中亂港的叛徒 又或者她穿黑色衣服 戴黑色口罩已經是一個不能饒恕的罪 那如果你是這些原罪的話 那根本不需要再討論任何事情 那有些人又說 喂不是啊 MIRROR的粉絲 整天去追擊星夢 又罵別人的隔壁那幾個 那我相信其實各有各觀眾而已 那如果你是沒有看她那些所謂的電視劇 沒有看完她整個選秀的節目 從第一集到最後那一集 你就這樣看她幾個舞台的表演 那你不能夠去定斷她好啊 越不好 那當然啦 兩個有競爭才是好的嘛 那當年那些人啊 張國榮和譚詠倫都鬥到啊 你生我死啦 就這樣死大天王啊 那麗明的粉絲都罵郭富城的粉絲 又罵黎明的粉絲 那基本上沒得說的 難道說她有某幾個粉絲去罵 就說別人所有的 或者甚至那個偶像都不好嗎 我覺得這些根本就是 那些人的思想很搞笑 那有些又說 一向都不看啊 最討厭啊 一看到就會轉台 那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那有很多人說 喂不是啊 香港01都是什麼黃的傳媒 那香港01呢 就有一個娛樂的版 那然後呢 它那裡就分了幾個的sub channel 一個是全部 一個是即時娛樂 一個是電影 其中一個是MIRROR 還有其中樂迷啊 星夢傳奇啊 娛樂看片 那首先它將MIRROR 所有的新聞 是去歸納一個sub channel 或者sub section 那你已經可見 其實有很多人 是真的 他們這些 社交媒體 一定有做過市場調查 一定有去統籌它每一個新聞的點擊率 有多少回答 它一定有計算過數 不會有人想自己做出來的新聞 沒有人看 那這些做生意的 老闆的 有所有收益的 一定是計算過度過的 那它為什麼 將MIRROR 擺出來做一個 你可以膚淺的說 它的排名是先過星夢傳奇的 那有些人說 喂好 MIRROR已經將這裏三年了 星夢傳奇才剛爆出來 那你們又怎知道 Viu的女團不會爆出來呢? MARF不會爆呢? Day不會爆Candy啊? Ash啊 Sika啊 妹妹啊 那些不會爆呢? 那我覺得千萬 千萬不要說永遠啦 不要去網子非博 即是 就好像張敬軒那樣 他混了娛樂圈20年了 那姜濤唱歌 或者姜濤跳舞台很high 做互動的時候 他都站起來鼓掌的 那這些就是大將之風 而不是說 喂 你拿獎啊? 我就要出來說你啊 唱你啊 你不配啊 博哭啊 博同情啊 不需要博 那既然 戚冊樂壇 香港所謂這麼多年 最有公正的獎狀 那搬給姜濤 難道你們又覺得是 哎 買回來的 之前媽媽那個獎 又說 喂 你ViuTV今年 拿了個轉播權 有很多計過 讀過 就給你Anson Lo 那 說到這樣 就不需要了 那就是 你只信你自己所想 即是好像 阿維尼小啤那樣 我說是就是 不是的 你就收爹 如果你說到這樣的話 那不需要說了 你自己圍路取暖 說飽就行 那我還想說的呢 就是 Dear My Friend 我覺得是好聽的 那Mega Heat 就當然是 教主的 和Ryman的首本名曲 那加上 那個姻兒的舞 還有他很有這個 記憶點的 舞蹈 非常之配合得天衣無縫 那還有就是 E先生那首歌 也是那個melody 很好聽 那另外一首 我不知道是什麼歌 但是我又覺得 MC張天賦的那首 的益面 不會那麼低吧 就是我不會覺得 它是包尾 其他那些 全部300多 400多 700多 那些呢 MC的那首歌 永遠都是200多 我覺得 他的那首歌是很好聽的 甚至是 阿瑜加咖啡 他都說他經常Loop 我也是Loop了很多次 我上班我經常聽MC的 如果你說拿來播放 駕車播放 我覺得MC的歌 是真的 很另外有那種 戀愛的struggle 那個感覺 可以聽一首歌 聽到我尺尺痛 活在戀愛中 真的 很有這個 大陸的說法 無論如何 恭喜MIRROR 拿了那麼多 橫掃掌項 八掌 成這個終極贏家 不要再讓我看到 那些無聊帖子 那些 所謂的 贊助商 或者廣告商 是因為MIRROR cheap MIRROR便宜 才找MIRROR 而且 每個代言都是找MIRROR 很煩 我們霸賣 那 戀愛 生力軍 藍歌手 還有 我最喜愛藍歌手 大獎 專業推介 十大 生力軍 藍歌手 銀獎 Edan 種種這些獎項 已經是 說了給觀眾聽 真的 香港人 大多數 是喜歡MIRROR 即不要再在某些 平台 forum 又或者某一個 facebook group 在那裡唱 我奇奇怪怪 為何我在其他地方 例如版 或者社交媒體平台 明明是很受歡迎的 很多人討論的 有些人跟我爭論 搞是怎樣 CK是怎樣 理性討論可以的 你有你喜歡 我有我喜歡 否則也不用投票 雖然有些投票是很硬招 沒有招意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投票 那些投票就不說 那 喂 告訴你 那麼多人喜歡 那麼多 不關男人的化妝品牌 都找他們代言 為何在某些平台 每個人都這麼討厭MIRROR 一說MIRROR 一說喜歡MIRROR 就說 你一定是打手 你一定是Sales 給了多少錢 五毛 給了多少錢 說來講 他都是那三腹屁 譬如說姜濤 台風 多好 唱歌 多穩 走音 不是啦 你那些粉皮 不要在那裡洗版 那 我不 有些人就是這樣 你不巧聽 他就覺得你是打手 神經 唉 唉 新一年 希望MIRROR再下一城 不是再下一城 是下年我要見到Viu的女兒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裏 姜濤BB 都真是 唉 有一件事 我真的要尿 花姐 她是不是只顧著搞那些女兒 忘記了去管姜濤 大家有沒有看 姜濤的褲子 是零碎的 我真的相信 之前我不相信姜濤 她真的那張肥仔 我心想 喂 你是不是拿你那些 什麼小學那張照片 你中學那麼肥 我真的不相信你幾年減成這樣 當然 姜濤從來都沒有show過機 她演唱會都不會show機 那我就真的相信她是那些肥 鬆皮 就是有些很肥 減肥之後真的會鬆皮 那 我已經不止一次 我看到她 今次刺濤台 她的臉 下顎角 腮骨的線 是沒有了 是平滑的過度 首先她的臉 已經肥了很多 幸好她的衣服是一件大衣 不顯得她真的很肥 但是她其他舞台穿一條純黑色褲 她的臉真的好燥 喂 花姐管一下這兒子 她是不是吃吃吃吃都傻了 不要以為自己代言麥當勞 不用錢是任吃才是假的 她說自己想退休未退休的 好嗎 但我看到她這樣哭 其實作為 不要說姜不姜糖 我覺得我是不是姜糖 是與不是之間 我沒有很麻木地去追求 我亦沒有去做生粉 去檢查她的行蹤 去報她 又或者等等 很多個小時去見她一面 我就很理性 但一有她的新聞 或者影片 訪問 我一定不會看 因為她真的有那種 有很多朋友問我 包括有那些抖音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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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張牆都是她 那些人就拍了 哇 是不是瘋了 這個人是不是在香港很紅 為什麼這麼多人 連一張照片都要搶著拍 如果是真人不得了 那為什麼這麼紅 不太帥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姜糖 有什麼 對 就是不知道她是什麼新鮮蘿蔔皮 只從樣子去評論 就覺得 你是不是人一個 又是眼耳口鼻 就不會知道她的好 我們這些所謂的 由她 懂得走懂得走 到現在開始飛起了 有無有緣了 過了三年多了 真的開始上了軌道 走到一步一步 真是bullshit 完全不懂她 被人笑 覺得 你最多不是玩一兩年課仔 全民造星 純笑話 那些什麼193 逼著她的手下 怎麼會紅到 到今時今日 漆漆已經給了她 一個很直接的肯定 唉 姜濤 她真的值得 加油 我沒有看過整個施策班上禮 我只看了十幾分鐘 之後我會再看 因為我也想看欣兒獲獎 You guys really like me 真的很棒 學一下 英式 應該不是 是美式的發音 那我相信正常人 看到姜濤哭 因為一首歌 她自己的一首歌 因為是個最好的朋友 識娟美時的朋友 過了身去作一首歌 唱一首歌 去紀念朋友 當這首歌得到認同的時候 拿獎的時候 唱回的時候 因為另外 那位作詞作曲人 去撩起 想起一個朋友 她忍不住 唱到一半失聲痛哭 那我的反應呢 就是被共情 然後哭 但我不明白 為什麼有些人會覺得 嘩 哭得這麼吵架 嘩 哭得阿婆失敗 有些人又說什麼 哎 不要裝哭啦 那些戲又不行 唱不到 那些走光音 就好像阿倫伯那些 記不到歌詞 大家一起跟著唱 山頂的朋友一起唱 那些糞便 唱得差走音 唱不到 假裝哭 真的很糞便 每個MIRROR 不能唱得 都說了這些 不喜歡聽到的東西 永遠就是負面 永遠就是假新聞 做出來 因為有經濟利益的關係 所以就要做個獎給她 那 沒辦法 你不相信 就不相信 就好像 唉 我都不說這些壞事了 新年流流 恭喜MIRROR 真的很厲害 他們好像已經爆發表 但表演價是50萬 50萬也算少了吧 我記得MIRROR紅到這樣 老闆 MIRROR50萬 那她12條仔 除了 一個人也很少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張志琳拍這個按摩椅廣告 他跟經理人罵 因為經濟的問題 打官司 那個按摩椅 找張志琳賣廣告她的代言費 是300萬還是400萬 我忘記了 喂 MIRROR 我不明白 為何大陸這麼喜歡接收香港的垃圾 這裏又要說開又說 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 真的有內涵 好像胡幸兒 吳鎮宇 她都回大陸 例如李克勤 容祖兒 那些 懂唱 懂演戲 懂做導演 我不知道 吳鎮宇是否會做導演 起碼她真的去拿她的 怎樣說 找食的東西去做show 那些就是你找人家就輕鄉 好像那些陳小春 應彩儀 就算蔡少芬 我覺得她其實都是做戲 有她一首 因環傳 有很多在內地修得的電視劇 她是做了那個角色 所以紅 好像蛇絲曼 她真的是紅 有很多 那些什麼TWINS 那些 還有什麼謝霆鋒 搞來搞去都是搞綜藝節目 我不明白 為何香港沒有人要 沒有人看那些垃圾回到大陸 全部都變成了寶 是不是大陸是這麼沒有娛樂呢 就是過氣到不過氣的 藝員 或者藝人 回到去 老得炒皮了 嘩 一個show 幾千萬幾千萬 我想問一下 對上一次 袁詠怡是真真實實做一個電視劇 或者電視電影是什麼時候 就是永遠這些綜藝炒冷飯 就是最容易做的了 最好待錢的了 所以呢 整個娛樂圈不是變成 個個都不會拍戲了 喂大哥我幹嘛辛辛苦苦跟你拍部戲 走去雪地啊 一會兒就走去沙漠 好像迪麗爾巴一樣 他說他去沙漠拍部戲 不斷吃風 就是你吃風而我吃沙 變成你吃風而我吃沙 如果個個都是這樣 不去真的做本行 沒有人唱歌 沒有人 可能你唱一首歌 八幾年、九幾年唱紅一首歌 好像袁詠怡那樣做了幾套 所謂幾十年前的戲 吃到現在 其實娛樂圈 真的好說不要聽 我們不用看了 香港 MIRROR不用看了 我們全部看韓國就可以了 做事沒有黑 經常炒爛飯 真的不行 所以我好看不起 不要說看不起 我不明白為何大陸 那麼喜歡看這些 所謂的綜藝節目 三四五六七八線的 香港過氣藝人回去給高報酬他們 如果大家可以解到我這個迷思 不妨一次教一次教我 不妨一次教一次教我 神話 hl 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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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話